万里长城永不倒是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万里长城的建造便开始了 当时嬴政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敌人的入境 由于万里长城的存在 域外的匈奴丝毫不敢来犯 人们不尽好奇为何这座宏伟的建筑从未倒塌 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 绵延万里的长城曾经充满神秘色彩 对于他的建造方式曾经有很多猜测 那么到底长城是如何修建而成的呢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君主之一 在统一中国之后 他致力于加强边防防线 以巩固统一的国家稳定 为此他决定修筑长城 长城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同时也有控制边境贸易和人口流动的功能 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奇迹 长城身上有两大与众不同的特点 第一 顾名思义就是长 长城的长让人叹为官职 它横跨甘肃陕西 河南 河北 山东等15个省市 几乎连接我国整个北方省份 整个建筑全城长21196.18公里 长城的存在 能够在发现外族侵入的时候 提前发出信号 调动军力支援 让其吃个瘪 如果长城这关没守住 只要长城内部有军队 同样可以让对手有来无回 长城还有个特点就是其 长城西起沙漠 东至大海 它的最窄处仅有40厘米左右 只可容得下一人行走 最宽处却达到15米左右 完全容得寄一辆皮卡通行 在顾阳县秦长城这一段 有个窝口 也算是长城倒塌过的地方 据说这里是孟江女哭倒长城的地点 不过孟江女的故事只能是传说 但也能看得出来 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 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这也是长城从来不到的原因 秦绿的出台为了推动长城的修筑进程 秦始皇下令制定了一套严厉的法律 称为秦绿 该法律强制督促长城的施工 规定了严苛的刑法 以威慑违背命令者 这些刑法包括连坐 斩首 车裂和刺鼻等极其残忍的手段 在这种高压手段下 全国上下万民同心开始了这起浩浩荡荡的大工程 监工整夜驻守在工地上监督壮丁劳作 各地官员有钱出钱有力处理 远远不断地从山下运来一辆辆石块和泥土 排列成长龙的滚木和撬棍 当地居民以最严谨的方式取材 制作出崭新的砖块 并按顺序将其运送到长城上 检察官们也毫不懈怠 时刻检查砖块的质量问题 也为这直接关系到整个长城基础的稳固性 长城的修建并非一帆风沉 工人们要面对严寒的冬季和酷热的夏季 他们不得不在险峻的山脉和广袤的沙漠之间穿梭 在这艰难的过程中 他们时常遭受饥饿 疾病和意外事故的折磨 然而秦始皇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 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秦始皇下令严禁逃亡和代工 惩罚措施严厉而残酷 工人们被迫不断劳作 即使在极端的天后条件下也不能停止 他们背负着巨大的石块挖掘土壤 筑起高耸入云的城墙 有时他们不得不爬上崇山峻岭 驱散野兽清除障碍 当时长城上的一块砖大约重三十斤 为了检测砖的质量 会把两块砖放在地上 相隔出一个空隙 再把另一块砖放在空隙上 然后用力第四块砖砸下去 假如有任何一块砖断裂了 那么制砖者的性命也就跟着没了 正是有了这一套残酷的制度 才使得每一块砖质量过瘾 万里长城至今不到 秦律之言让人不寒而栗 那些制作出不合格砖的人 后果也非常惨烈 等待他们的绝对少不了刑罚伺候 轻则被挖掉鼻子脸上刻字 重则失去性命 经过这种近乎原始和严格的筛选 最后得到的精品砖才能被砌到长城上 有人会问 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古代 这些砖块都是怎么制作的 其实很简单 这些砖块的基本原材料 不过是沙浆 糯米水等填充物料而已 用糯米熬成粥 再混合石灰 砂石搅拌成泥浆气墙 气出来的效果非常牢固 当时有许多老百姓连吃饭都吃不饱 秦始皇却用糯米来修建长城 可见这一份代价是多么大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其他朝代继续修建和维护长城 以保护国家的边疆安全 汉代 明代和清代都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扩建 这些修复工作包括重建破损的城墙 修补砖石和加固防御设施等 同时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的守军负责保卫长城 并进行日常的维护工作 例如修补和巡逻 长城最初的建造非常简单 只是由土墙和几座小方城组成 由于各个诸侯国都独立修建 所以修建出来的长城样式各异 只要能发挥作用就可以 正因为这个原因 最早的这段长城在质量上参差不起 经过几千年的风吹雨打 有些已经风化消失 而有些则只剩下了一些夯土和低矮破损的城墙 长城的存在 能够在发现外族侵入的时候 提前发出信号 调动军力支援 让其吃个别 如果长城这关没守住 只要长城内部有军队 同样可以让对手有来无回 所以比起防御 长城最关键的作用是发出预警信号 有的风火台远远高于城墙 就是为了可以看得更远 提前部署备战 长城的城楼和风火台分布在关键位置 形成了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守卫们在城楼上巡逻 时刻保持警惕 风火台上的烟火信号 可以迅速传递消息 确保边境的安全 长城的设计和建造精密而周密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 都具备了强大的战略优势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 广阔的中国从分散到统一 秦始皇要面对的威胁 从国内转移到了国外 这些零散的长城也被连接起来 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里长城 长城的建设历经数年 终于成为一座壮丽的建筑奇迹 它蜿蜒曲折地延伸在山脉和平原之间 如同一条龙盘踞在中土大地上 长城的墙体由坚固的石块和土堆组成 巧妙地融入自然地形 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长城的存在不仅仅是一道边防攻势 它承载着中国古代的辉煌和智慧 它见证了秦始皇统一统六国的壮举 也见证了无数工匠们的辛勤付出 长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骄傲 代表着团结和坚韧的精神 长城的历史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城的名声传遍了世界各地 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被其壮丽的景观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所吸引 他们沿着长城漫步 感受着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勇气 为这座千年古建筑的伟大而感叹 长城的传奇故事 也在世代口尔相传中流传下来 人们讲述着关于长城的传说和英雄故事 如那些保卫边疆的勇士们 他们与敌人激战 用自己的生命守护家园 这些故事让人们明白 长城不仅仅是一道物质的屏障 更是一道精神的纽带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与记忆 长城是时间的见证 也是中华民族的记忆 它承载着古代英雄的辛劳和汗水 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勇敢 长城的壮丽景观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继续追求卓越和伟大 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